今天要跟各位老體們分享的人是 魏晉南北朝時期 南朝齊國的大將 此人從年少的時候就善於騎射 並且射老虎是他最厲害的絕技 傳說百發百中 然後在當軍人的時期 曾經參與平定蠻族的作戰 在那場戰役之中 他曾經被數千名蠻族追擊 可是他一個人殺入敵陣之中 用劍射死了數十人 此人的名字極其搞笑 他叫做張狗兒 你沒聽錯 旺旺的那一個張狗兒 更好笑的是他的弟弟叫張豬兒 此兄弟豬狗不如啊 希望各位喜歡 各位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 謝謝啊,bye